加入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支持良心传媒观看独家视频 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就可以享有优先观看精彩的视频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来加入星电视YouTube慧然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年来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国海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近日中国江苏省 就驻八个孩子母亲事件开展问集 对包括封院院长、院委书记等 17个党员干部作出处理 力道是空前那么大 这件事也发映出 在地方治理里面 干部不作为失职和失责 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着这件事 中国内地的学术期刊 文化中横 分享了一篇学术文章 以中国公共治理里面 领导高度重视这个现象 作为切入点 揭示官僚科层运作中的注意力分配框架 对官员失职失责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希望能够刺激给他的读者思考 这一集节目也希望分享这篇文章的重点给大家 希望也能够刺激听众朋友的思考 这篇文章原本是看于中国行政管理 中国学术期刊的2019年第四期 原本的标题是 领导高度重视 无耗一种科层运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 传文是超过一万字 以下是我总结简化的重点 在中国的公共治理实践里面 高度重视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说话 无论是领导的讲话 还是他们对核区治理的规划思路 都体现出领导对地方治理的偏好和重视 任何事情 无论有多复杂或有多难 都会因为领导高度重视而得到有效解决 因此分析领导高度重视背后的逻辑 是了解中国政策执行的重要途径 学术界对领导高度重视这个现象 一般是持批判性的 大部分都认为领导高度重视会导致人治 而不是法治的情况 也会容易导致官本位这个情况的发生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应该要强调法治而不是人治 所以领导高度重视式的治理 必然是会饱受诟病 但这篇文章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领导高度重视这种治理方式在现实上是有必要性的 所以这篇文章从领导高度重视的现实必要性入手 解释中国官员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因素 进而分析科层运作中的注意力分配方式和局限性 最后就提议怎样可以将领导高度重视这种治理方法做得更加顺畅 文章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解释领导高度重视 为什么在现实上是有必要性的 一个理想中完美的政府 应该是遵循一定的法规、法律和规章制度运作的 这些规则是明确的 亦是可以预测的 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官员是必需要通过注意力的分配 来解决常规的政府运作中不能有限应对的特殊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中国太大了 不同地区的差异太大 因此需要政策上弹性地处理和平衡 第二个原因根据这篇文章说 就是因为中国的公职人员习惯了千年以来的人治传统 对法治的理性精神仍然未能完全适应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问责的边界不清楚 这点的意思就是当一件事出了问题 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 需要有官员承担相应问责的时候 被问责的官员不一定就是真正应该对此事负直接责任的官员 除于较低级别的官员,往往就会成为回应社会问责需求的替罪高阳 问责边界不清楚没有客观标准的时候 自然是领导关注什么就做什么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就分析领导高度重视的都是什么类型的事件 作者就说领导高度重视的通常都是一些容易吸引眼球的事件 学术上就叫做有显著性特征的事件 而领导重视这些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作者就说通常是有两种动机 第一个动机是不想被问责 而第二个动机就是希望向上级要攻 第三个部分文章讨论领导高度重视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作者就指出通常是有四个特征的 第一是领导牵头成立工作专班 专班大约就是英文的task force的意思 需要领导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往往具有较大的复杂性 需要跨部门才可以解决到 平时政府不同部门之间 国家自掃门前说 自然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但在领导高度重视之下 成立了一个专班抽调不同部门的人才 来集中精力解决问题 困难的问题往往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第二种常见的工作方法 就是领导在现场办公 意思即是领导去到最前线 深入进行调研、搜集信息 甚至现场作出决策 在领导以身作责之下 其他政府人员自然不能态慢这件事了 领导高度重视的工作方法 第三个特征 就是在财政上有专项费用的支持 很多所谓复杂的社会问题 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不够钱去解决 所以领导愿意撥款 自然问题就可以解决得更加顺畅了 领导高度重视的第四种表现方法 就是开展强力的问责机制 当领导要相关的负责官员进行问责 问题自然也容易得到解决 以上四点就是领导高度重视的四种工作特征 在文章之后的第四部分 讲述的是领导高度重视这种治理方式的局限性 也是有四点的 第一点就是会降低政府这个行政组织的专业化程度 因为领导给出来的目标 会取代了原本政府各个部门自己的工作目标 这就会造成政府部门职能不清晰和错配的情况 第二个不好处就是容易形成灭火式的组织文化 即大家都做灭火队 只是可以撲火 不能做到前瞻式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个不好处文章就说是叫做任务跳约和绩效误判 任务跳约的意思就是英文的task juggling 即是在多任务操作里面 大家看来好像生产力很高效率很高 但事实上每一件事都没有专注地做做得那么高效率的 当领导高度关注导致下面的人员经常要改变工作目标 整体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下 而绩效误判的意思就是底下的公务员完成了太多 不是去职务范围里面原本应该做的 但是领导高度重视的事项 导致领导是不能用原本的考核方法来对这个员工进行考核 结果就是领导对这个员工的表现评估 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很强的主观判断 领导高度重视的这种治理方法第四个不好处 就是领导不重视的事项往往就是很慢都得不到解决了 文章最后的第五部分内容就是讨论 如何完善领导高度重视的这种治理方法 领导高度重视作为中国公共治理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即使有一些局限性 我们是不应该全面否定 而是应该想想如何去完善这种工作方法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提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持续地高压反腐 即是反对腐败 因为领导高度重视的主观性容易造成贪腐 所以必须要用反贪腐的方法加以制约 第二点就是领导高度重视应该要早点重视 不能够等到一件事搞到很大 不能够收拾的时候才再重视 第三点就是对所有的公务员都应该用 整体职效评估这个方法去评估他们的工作表现 整体职效评估我的理解就是说 一方面要评估他们在领导高度重视的事项里面表现如何 另一方面也要考察他平时在他日常的本职工作里面的表现 两方面相结合取一个平衡才是一个整体的公平的评价 今集的节目分享到这里 文章比较长 但希望对大家理解中国治理方法有一定的帮助 多谢大家收听 我是国海 我们下星期再见 我们下籍iek 我们下�ść